剛買兩個月的電動車 後面的鐵製輪框爆裂斷開 剎車皮失去作用 更可怕的是斷裂當下 還是在行駛中 騎士是一名十九歲的女學生 差點摔車 電動車騎到一半剎車 後方系統突然失靈 後骨剎壞掉 接下來整台電動車無法再行駛 這是業者買來租給客人騎的 但卻出事起讓他氣炸了 矛頭指向賣方 我不太能夠接受 而且他說這個沒有保固 可是我會覺得這是結構的問題 而且這是有關於安全的部分 租車業者表示他跟電動車商 陸續買了十三台的電動車 這台壞掉的是最新進的 才只有兩個月 鐵製的後骨剎竟然會斷掉 他質疑根本是整個結構出問題 但賣方卻回他說 這沒有在保固內 甚至說騎在路上撞到石頭 也是有可能 直桌上這樣破掉 有很多種原因 它是屬於耗材 它是屬於耗材 是不保固 在範圍之內 可是你要是說 像它會這樣子破掉的話 你要是說一百台裡面可能 可能因為看個人的使用方式 遭指控的業者表示 電動車只有保固電源控制器 和電動馬達一年 以及電池面板 和液晶面板半年 強調該保固的該負責的 他們絕對不會謝責 而且後骨砂爆裂 也是可能是使用者的問題 電動車上堅持不賠 讓阻止業者氣到 把事件PO往 希望大眾來評評理 記者賴冠章 潘穎文 台南報導